在野党警咬滨海战斗舰舞弊案不放 接连炮轰时任国阵政府 不过前首相纳斯里纳吉今天就强烈反击 狠批西门顾忌重施 用滨海战斗舰课题来攻击国阵和巫统 就像上一届大选用一马公司舞弊案 煽动人民不满的情绪 巫统树立主席纳斯里默默默哈山 也向国阵基层喊话 绝不能够任由在野党继续用这个课题污蔑国阵 必须积极地用事实反击避免误导人民 滨海战斗舰舞弊案持续发酵 今天也成为国阵妇女组大会的焦点 国阵顾问团主席纳吉致辞时 狠批在野党紧咬战斗舰课题不放 其实一切都是出于政治动机 就像2018年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之前 炒热一马公司舞弊案那样 如今则是以战斗舰舞弊案 来煽动人民情绪 dan kalau ada masalah kononnya ada penyelewengan ke apa tak apa siasatlah suruh SPRM masuk tapi kenapa dihentikan projek ini lepas itu nak dipesalahkan kita kenapa tak bangkit pada tahun 2019 tahun pertama kapal terpatut diserah bangkitlah pada masa itu ini tunggu pilihan raya nak jadikan isu mengarutlah dieorang ni semua mengarut penghasut utama Nagy承认 战舰计划 ini kapal yang ada sistem combat dan persenjataan empat dimensi perang laut bawah laut udara dan darat empat dimensi empat jenis persenjataan nak diintegratekan dalam combat system makan masa 納吉强调 就连先进国家也会有延误 是很正常的情况 可是西蒙在2018年掌权之后 却喊停了战斗舰计划 加上2020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计划才会严重延误 他一再重申 绝对不是时任国阵政府的错 如果真的要怪罪 那西蒙才是罪魁祸首 納吉认为 国阵必须让人民明白计划的问题所在 而在社交媒体的时代 国阵要在课题爆发的三个小时内 就在社交媒体回应 不要等到隔天 就像他一直在脸书 回应有关战斗舰课题的指控 巫统署理主席 莫哈·莫哈山也认为 战斗舰课题是企业管理问题 和国阵以及巫统没有任何关系 不能任由在野党继续借此污蔑国阵 莫哈山强调 批评公正党首领主席拉斐兹 促请国阵基层 不要让诽谤之王误导人民 要用事实积极反击在野党的一切指控 避免这些指控打击国阵在大选的胜算 莫哈山表示 国阵必须秉持三大胜利来应对来界大选 也就是胜利的心态策略和行动 尤其获胜的战略非常重要 否则毫无准备上阵大选等同于自杀 他促请国阵基层专注和权力备战大选 但是perê尽个人 但是… 我现在看到这些领导的国樵 是在前面有吗 那么我们的啊 但是就是这个新闻冻冻就在这些地下 我们目前为止在広立的手段